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听本书,我是孙肖 今天跟大家说的这本书叫做解决冲突的关键技巧 副标题是如何增加你的有效社交 这是一本社交类的工具书 作者叫达纳卡斯帕森,是一位冲突调解的专家 那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这怎么还有专门调解冲突的专家呢 其实这个不但有,而且还有这门专业 作者是上普兰大学人际冲突专业的硕士 上普兰大学是美国一座特别有名的大学 有趣的是呢 作者还是一个在舞蹈领域有很高成就的人 拿过的大奖是不计其数 三次获得865国际协会颁发的最佳舞者奖 是一位舞蹈界的高手 那你看解决冲突 舞蹈 这两个领域在我们看来是不是跨的有点远啊 但是在作者看来呢一点都不远 他就是从舞蹈中的即兴表演方法里面 误出了一套解决冲突的技巧 靠着这套技巧 很快就在冲突调节领域冒出了头 被很多企业和大学院校聘为顾问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肯定会或多或少的和别人起冲突 你比如说你出门把别人的车给割了 再或者谈判的时候 对方的口气很强硬 和对象啊同事啊父母 他们吵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吧 那么在冲突发生的时候 通常会有这么几种反应 第一种就是回避 就是尽量不和别人产生矛盾 能闪就闪能躲就躲不惹事儿 另一种就是迁就 就是我牺牲自己的需求去满足你 行不行 你说的什么都对 我让着你 还有一种就是强迫 就是我一定要收到你服务 不管气势还是道理 都得把你压下去 跟你死磕到底 最后一种是妥协 双方各让一步 大事化小小事化疗 你可能觉得前三种啊不太好 要么伤人 要么伤己 那最后一种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疗的方法 应该被提倡 但是作者说 上面这些都是无效的社交方式 不要看表面上 好像短时间的抑制了冲突 或者是双方都把情绪给发现了 其实本质上都是在激化冲突 并不利于双方的关系朝正向发展 那真正有效的解决冲突到底是什么呢 作者说是协同 通过坦诚的沟通 了解双方的差异所在 最终找到一个共赢的方案 协同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到过 但是听归听啊 做起来也不容易 你想啊 双方在一个事上谈不拢 本能的反应肯定会生气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些反应 那所谓协同呢 就是一方得抑制本能反应 用理性的角度去思考和处理这件事 双方要是都能做到呢 还好 要是一方能做到 另一方却表现出明显的对抗姿势 比如说啊 你想和对方心平气和的好好谈一下 对方呢 就是气呼呼的 要跟你玩情绪 发泄 那你要怎么办呢 所以说 协同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作者的方法 如何引导别人 从而化解一段冲突 达成一次有效沟通 总结起来有两个方面 有效倾听和高效沟通 咱们先来看看 有效倾听 什么是有效倾听呢 我们先来举个例子 我们平常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耳机线绕在一块了 那你怎么办呢 你是直接拿着耳机的一头 开始使劲拽呢 还是先拿着这个线团 抖一抖 把它散开一些 我们都有经验 那肯定是先抖一下比较好啊 因为线缠在一块的时候 你很难看出来到底哪最难搞定 等它松开了呢 可能就能找到那头 解开也就更容易了 我们遇到冲突以后 也是一样的 要先把注意力从冲突里面转移一下 别着急上去就撕 要先找到那个矛盾的源头 找到那个双方产生矛盾的节点 那怎么找到这个节点呢 就需要有效倾听 有效倾听啊 不是说只让你认真听 最重要的是听出来对方背后的意思 在别人表达情绪 死守自己观点的时候 那就是你收集信息的最佳时刻 首先得听出来 对方到底要干嘛 比如有一段台词这么说的 你无情 你无耻 你无力去闹 对方说 你就不无情 不无耻 不无力去闹了 这个旁人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俩到底为什么吵架 这段话就是攻击与反击的死循环 是冲突的最低级解决方式 那首先呢 要避免这种低级错误 有效倾听啊 其实就是听出来对方的前台词 比如说 父母给自己的孩子打电话 说这几天呢 家里降温了 让他多注意身体 别的呢 也没多说什么 但是孩子呢 立马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这说明啊 他父母想他了 又比如说 这个孩子总喜欢打人 老师批评他的时候呢 他还嬉皮笑脸的 其实背后啊 就是这个孩子 想通过这种反常的举动 让大家多关注他一下 再比如 有的情侣吵架啊 女生跟男生说 你就知道天天玩游戏 你跟电脑过去吧 这么大个人了 你幼不幼稚啊 我们过滤掉那几个 攻击性的词啊 可以看出来 这个女生 就是需要男朋友 多关注一下自己而已 要听出对方背后的意思啊 坐着在这儿呢 给我们辨析了三个概念 就是需要区分 行动 利益和需求的差别 我们都是有一些 基本的需求 这些需求呢 演变出不同的利益 然后我们会选择 不同的行动计划 去满足这些需求和利益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 医院里面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某一家人的亲人在医院里面去世了 按照风俗习惯呢 这家人想烧一些纸来悼念去世的亲人 可是医院的规定呢 是不准烧 怕一不小心引起了火灾 这家人要烧纸 医院不准烧 那这个时候 双方在行动上就冲突了 要是双方都在这个层面交流 那肯定没有办法沟通了 但是他们在利益的层面 其实是没有冲突的 因为你看啊 这家人的利益是悼念亲人 医院的利益呢 是保证人身安全 那双方的利益明确了之后 这件事就变得可以协商了 患者能不能在保证人身安全的前提下 悼念亲人呢 比如说烧纸 可以啊 但是要在卫生间的水池里烧啊 这样呢 双方的利益就能得到满足了 你看 只要双方不是老盯着行动 而是去寻找能让双方都满足的利益点 那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协商的 再举一些例子 如果说有一个人说啊 我需要一把枪 因为这个地方太不安全了 他的行动呢 是去买一把枪 背后的利益啊 是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需求是安全感 比方说你的爱人说 我们以后每天轮流做饭吧 他的行动呢 是以后隔一天做一次饭 那背后的利益呢 是让自己更清闲一些 需求就是他想要更多的自由时间 再比如一个人说 我需要一辆车 那行动呢 是去买一辆车 这背后的利益 是走哪都方便 而且开车很帅 需求就是他需要自主权 那你可能会说了 这么区分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那这背后的意义可就大了 他能转化一个冲突 把它上升到一个层次 让解决冲突从不可能变成可能 你看 有时候双方就是太依赖行动 总是在这个层面上 去捍卫自己的立场 你要这么做 我要那么做 行动的选择性是很少的 但如果说双方转而去关注利益和需求 去为最后的利益和需求想办法 那选择性就多了很多 双方就有了协商的余地了 分清楚这些啊 如果需求利益一样 行动计划不一样 那就好办了 调整一下不就行了吗 比如说 我和我的好朋友都想变瘦 这是我们共同利益 需求呢 都是要变得好看 我们的利益和需求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俩的行动计划不一样 我主张少吃啊 他主张运动 那我们俩相互结合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没有冲突 但是如果两个人需求不一样 引起了冲突 这个时候就得求同存异了 比如说 一对情侣 女方不让男方抽烟 因为这样的对身体不好 男方觉得抽烟可以放松 这好像听起来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太大错误 但是为什么吵起来呢 仔细听一听 他们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女生的需求是健康 男生的需求是放松 并且女生说的是客观事实 男生说的是情绪情感 这俩就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 所以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只能说是相互发泄一下情绪 解决的方法呢 就是找到居中的方案 就比如说 女方能不能找到其他方式 让男生放松呢 说到这儿啊 还有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需求和利益这个东西啊 通常不是特别明确 就好像我们前面 为什么要区分行动利益和需求 这三个概念呢 因为我们平时经常就把它们弄混 再说需求这个东西啊 别说你了 可能当事人自己也不太清楚 他自己想要什么 这个时候 当不太确定对方真实需求的时候 作者建议 首先呢 是要大方的去问 去猜 这样呢 能引导对方思考对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当抓住对方一个可能的需求的时候 首先就要确认 确认并不代表同意 我们只是需要确认他们的需求点和我们猜的是不是一致 但并不是说就要同意他们的观点 区分这两个是把别人的想法和自己的做法结绑 这样做呢 对拉近双方的距离很有好处 因为当感觉自己的话被听进去了 双方才可能会在一个频道上沟通 所以就算你心里不赞同 但是也要把他的观点说出来 书里啊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说 我不希望这些小孩到我的地盘上来 你可能要这么问他 你不喜欢孩子啊 他们也没有弄坏任何东西啊 这就是一块草地啊 这个问法就是没有确认过的问题 有确认的回应呢 应该是这么问的 你可以说 好吧 你不喜欢孩子穿过这儿 是他们经过的时候做了些什么 还是说你只是单纯的不想让他们在你的地盘上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两种回应 第二种说法就代表着你已经知道他的立场是讨厌孩子 对方呢 也会觉得你是听懂了他的话 不是和他站在对立面 但是呢 了解了他的立场并不代表赞同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点当做突破口 找到他的需求或者利益 就能更准确的进行下一步沟通了 好 那我们确认了他的观点 接下来啊 还要接纳他的情绪 这就需要共情能力了 我们在回应对方的时候 共情代表着我们接纳了对方的情绪 那具体要怎么做呢 做的建议啊 可以原地不动 注视 微笑 也可以引导对方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啊 就是在听的时候 最好不要给出自己的意见 因为你只要一给意见 倾听就到此为止了 你就开始输出观点了 这样做 不利于安抚对方的情绪 正确的做法 就是你控制一下给意见的冲动 可能他本来是来找你大吵一下的 后来发现呢 好像你这个人还挺懂他的 还关照他的情绪 好像还不错 那这个吵架的欲望 也就悄悄的就没了 如果我们倾听了问题 也尝试沟通了 那还是出现了冲突呢 就比如说和一个同事 为了一个方案在争论 眼看着这两个人情绪就要上来了 这个时候 可以在心里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个 我的行为和目标到底一不一致 我是为了吵赢这场架 获得情绪上的快感 还是为了解决问题啊 第二个 这种情况下 到底什么才是对我最重要的 是为了保住面子 还是表达出来我真正的观点 第三个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呢 是我立场不坚定 还是我被情绪左右了 就问自己三个问题 让自己冷静下来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心理学模型 让我们能清楚自己的行动计划 和需求之间的关系 关于倾听呢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有情绪可以理解 有问题可以解决 但是不要上升到人身攻击 对方做的不对 你就直接说 但是不要直接去评价 比如说啊 有个同事 拖延症特别严重 你可以告诉他啊 你的进度呢 会影响大家 但是你不能说 你能力不行 没有团队意识 不负责任 你要说的是啊 他做的事情 让你生气 影响进度 需要他改正 但是控诉和贴标签啊 会直接上升到 人身攻击的层面 这会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也容易开启攻击 或者是反击的模式 好了 上面这些呢 是怎么在冲突里 听出对方的真正意思 获取到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信息 如果做到这些 有效倾听 就算是做得很好了 那么接下来 就看看怎么通过说话 把冲突给化解掉 这就要做到高效沟通 高效沟通啊 可以说是学会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沟通了 你看家长逗孩子是一种沟通 孩子哭了发脾气 也是一种沟通 男女朋友吵架也是沟通 工作里面 大家表达观点 商量 那就更是沟通了 只不过呢 有的沟通是高效的 一拍即合啊 几个人说完之后特别高兴 觉得事情呢 有了新的进展 但是有的沟通啊 是低效的 感觉话也说了 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那还有一些沟通啊 是无效的 或者说是有负面效果的 就比如说 本来只是商量一个问题 最后发展到吵架 打架 人身攻击 两个人翻出来 旧账撕破脸 这种沟通啊 还不如没有呢 作者在这里说 想要持续的沟通 首先得有好奇心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当对方反对自己观点的时候 一定也有他的道理 那他的道理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 我们出现了沟通 就觉得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嘛 反正我也没法跟你沟通了 好吧 那干脆我不说话了 浪费时间 有时候吵架 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收尾 好了好了 我跟你没话说 你闭嘴吧 都闭嘴吧 这看起来啊 不再争吵了 但是这样也是把冲突的原因 忽略掉了 甚至会让我们受到情绪的影响 直接判断这个人就是一个坏人 书里啊 作者给出了一个练习方法 先回想一次 让自己真正发火的冲突 然后问自己五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人觉得自己有道理 为什么会做这些事 他需要什么 我是不是对他也有责任 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我们俩有效对话 这几个问题啊 可以在你觉得对方不可理喻 不想对话的时候 脑子里面过一遍这几个问题 这样呢 就可以慢慢的找到思路 作者在书里还说了一点 如果沟通啊 进行不下去了 就要在双方情绪变糟糕 以前及时止损 在冲突没有真正起来之前 就控制住 书里说了一个例子 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 因为早上起床上学的问题 发生了冲突 妈妈呢 每次喊他好几次 她才会磨磨蹭蹭的起床 孩子早上刚起床 也会有情绪 就觉得呢 他妈呢 总是唠唠叨叨的 于是就对着干 故意不起来 或者说起了床了 他也磨磨叽叽 半天才收拾好出门 还丢三落四 总想着呢 要再拐回家里拿点东西 这个事儿啊 让这位母亲很崩溃 她越批评孩子 孩子越反感 于是呢 每天早上都在较劲 其实这个情况啊 就是因为 这个母亲的方式 是具有攻击性的 一直也没有收到 好一点的效果 那到底该怎么做呢 首先啊 是要停止这种方法 因为很明显 这个办法一点效果都没有 然后就是分清楚 到底哪出了问题 是需求利益啊 还是行动计划 那可以看出来 孩子的需求和利益 就是多睡一会儿 母亲的需求呢 就是让孩子早点起床 那有没有办法 可以协调一下呢 比方说啊 这位母亲和孩子 约定一下 多睡一会儿 行 但是呢 你得自己做早饭 还有啊 很多时候呢 人们还会经常犯一个错误 就是去讨论 当下的谁对谁错 就是出了事儿 先想这个事儿 跟我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我的责任 然后再去考虑 到底应该怎么做 其实啊 这就是一个低效率的处理方法 冲突出现之后 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 其次才是责任分担 作者啊 就为咱们支了一招 来避免掉进这个陷阱里头 就是你和别人交流的时候 多用我开头 少用你开头 比如说对方说了一句 很没有礼貌的话 你很生气啊 通常呢 通常我们都会这么指责对方 你这样太没礼貌了吧 这种说法 就是明确的在指责对方 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 把它换成 你用这样的方式对我说话 我很生气 这样呢 就会让对方关注自己的情绪 从而让对方思考自己的做法 当然这种表达 看起来有点怪啊 其实觉得怪啊 就是因为它并不常见 我们平时用指责型的口吻说话 说习惯了 突然变换会觉得很不适应 其实呢 这种方法会让双方的交流 变得更加圆润 再比如 你给别人交代完事之后啊 通常的做法 你可能会这样问 刚才说的话 你听明白了没 这里呢 或多或少 还是有点强迫的味道 如果换一种说法 变成 我说清楚了没 就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而不是把责任直接甩给对方 这样呢 就能给有效沟通 提供保证 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在冲突解决以后 核实每个人都达成了意见 这一点特别重要 这个规律啊 其实已经被大家经常运用了 比如说吃饭点赛的时候 最后服务员都会把菜单 再给你报一遍 向你确认一下 你会点点头 这个呢 就是简单的确认过程 再比如 在网上买火车票啊 飞机票啊 付款之前 都会弹出来你的信息 反复提醒你 再看一下订单信息 这样就提醒你 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了 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 我已经告知了 那这样呢 就可以避免之后的一些麻烦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是一本教我们如何解决冲突的工具书 想要化解冲突 主要是从怎么样有效倾听开始 透过情绪找到冲突的原因到底在哪 还要跟冲突对象共情 确定他的情绪 分清楚行动需求和利益的区别 找到真正重要的事 为我们下一步有效沟通提供条件 在沟通的时候呢 保持好奇心 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冲突 不管这个冲突有多激烈 都要尝试继续沟通 在冲突解决以后 还要和对方确认一下意见 把责任都区分清楚 冲突解决以后 不是说就高枕无忧了 因为我们很有可能会为了相似的主题继续争吵 所以每一次彼此对冲突的交谈 倾听探究的越多 就越可能让以后的冲突变少 这本书就讲到这了 为你整理的更多的资料 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 点击就能查看 祝贺您今天又听完了一本书 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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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会